早晨早晨 欢迎各位益友全面进场 9月3号 礼拜六 早早的第一节 我们先去跟进一下香港的最新情况 有两单消息要和大家分享的 第一单消息 今天的华尔加日报独家爆料 特区政府打算对11月举办的金融投资峰会参加者 包括是高盛、花旗和摩根大通的高层 提供入境隔离的豁免 不过部分获邀的嘉宾宁言 是会拒绝特区政府的邀请 因为他们担心获得特别的口袋 是会惹来负面的批评 第二单消息 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郑永迅指出 原本有12个在香港举办的大型体育项目 现在剩下2-3个可以继续举行 他担心这样是会产生骨牌效应 全世界都会和香港争扮赛事 好了在讲下去之前 首先只要呼吁各位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昨晚我们就进行了直播节目 相关的重温片段 已经是放了上YouTube和Patreon的会员频道 如果大家是想收听触管重温的话 就可以加入成为会员 支持我们可持续地发展下去 好了我们讲回今次的主题 《华尔街日报》今天独家爆料 他们引述了知情人士指出 特区政府打算是透过举办金融投资峰会 向外界宣示香港重新对国际开放 为了争取高盛、花旗和大摩的行政总裁等 跨国的金融机构高层到港 特区政府提出了一个条件 就是打算向那些参与会议的嘉宾 提供零加七的检疫安排 就是豁免他们接受酒店隔离 只需要接受七天的医学观察 以及限制他们不能进入部分公众场所 例如是食肆 就是说不需要那些嘉宾 接受酒店隔离了 只是零加七就算数 弄个皇马给他 不过有部分获邀出席的嘉宾 就回应了一句 Thanks but no thanks 就是说多谢了 不过我不会出席了 那为什么呢 人家就担心一件事 如果我是接受了你特区政府的特别优待的时候 就会引起外奸的负面看法 尤其就是说 这些跨国金融机构的驻港员工 当他仍然是要接受三加四安排的时候 而高层管理人员竟然间是可以获得豁免 那就只会是激起了自己下属的不满情绪而已 本来那些外资机构的驻港员工 就是那些西人 要接受你特区政府的酒店隔离的措施 他就已经心底里面很不满了 在Twitter上面大把这些这样的留言 那问题就是 他不满的对象原先就是针对特区政府的 那如果这帮银行的高层 接受了特区政府赋予给他们的特权 是获得豁免隔离的时候 那那帮人的不满对象 就会扩展到这些高管身上了 所以人家计过度过条数 当然不落答了 德不尝失 本来你特区政府邀请这帮人 去出席一个给面派对 那他们都没什么所谓的 你说来就来吧 当出差公干旅游而已 但是如果他接受了你这个特权之后 是会引起下属不满的 那肯定是不满了 这件事其实我们在两三日之前都有讨论过的 就是当你要赋予某一小撮人 他有一个特权是免检的时候 那另外那帮不获免检的人呢 就肯定是会强烈不满的 为什么你又有妈妈生 他又有妈妈生 你又是人 他又是人 你就可以获得豁免 他又不行呢 你说那帮获得豁免的人 对于社会的经济贡献大一点 哦那就是你嫌人家穷了 是不是那些不获豁免的 喂 这些是会制造阶级矛盾 制造社会分化的东西 我都不建议特区政府 搞这么多这些豁免的 实际上应该是从一个 冒实的角度来去出发 正如之前彭博社所说 喂 如果你行政长官李家超 是打算在11月之前 取消了酒店隔离的 那你就全面实施这个零加七 那你就能够是做到一事同仁了 那实际做人做事 都应该是要按照公平原则来去处理 那就最好了 那就没有人有声出了 是不是 你不要豁免一些 又不豁免一些 那就只会是引起社会上的不满 很无谓的 你明明那个原意就是说 搞这个金融投资峰会 就是想对外宣示 香港已经是重新开放的 那你重新开放 你就要实际一些 大家一起不需要接受酒店隔离 那就重新开放 很简单的 你不要写本续末 走去 小部分人豁免 这样叫做重新开放 这样叫做自欺欺人 搞到不汤不水 叫做炒出国际 所以人家不会配合你 去演这场戏 那到最后是怎样呢 你的峰会可能继续搞 但是人家通过线上的形式参与 那你是不是很严衰 那很简单而已 大家一起不用接受酒店隔离 11月之前取消了它 那就一了八了 那有什么问题 这个就是我最冲心的建议 考虑一下这件事 如果不是呢 搞不定的 好了 我们接着就看看 另一单的消息了 原定去年在香港举行的 世界龙洲錦标赛 因为疫情延期 计划在明年的八月 再度在香港举行的 不过 国际龙洲联合会 初步就决定了 要将个比赛 移私过去泰国进行了 中国香港龙洲总会主席 钟志乐就说 国际龙洲联合会 较早前举行了特别会议 关注到香港有很多防疫限制 但是其他国家已经开放了 期望可以去一些 方便运动员的国家举行比赛 大会最后就是投票 大比数通过 移私去泰国进行 在今个月的16号 就会在会员大会上 议决 其实都已经是 一定会通过了 这件事 钟志乐就说 大会曾经查询过 特区政府 究竟有没有取消防疫政策的路线图 但是原来香港是没有的 因此只能够以香港的 现行政策来去考虑 由于不想比赛在明年再度取消 因此就决定改在泰国举行 他再提出了一件事 就是取消防疫政策的路线图 这件事其实之前那一两个礼拜 商界都提出过的了 你有没有路线图 有没有时间表 这件事我们其实一早就已经有说过 你包括搞这个疫苗通行 正搞这个安心出行 你现在搞了出来 算了是不是 不搞都搞了 但是你有没有取消的路线图 你要多给香港人看才行 不单止给香港人看 还要给外籍的专裁 给外资的企业 是时候做一个日落条款出来的 西方国家在放宽防疫措施的经验上 上面是怎样做的呢 就是当爆完Omicron这一波之后 若干的日子 开始见到有回落的迹象了 那这些国家就拿紧的机会 马上是对国际开放 那这个其实是做得很对的 因为你自己本土都爆到七彩了 那还防什么呢 是不是 你还爱什么防输入呢 那找自己品 好了 人家爆到七彩之后 就对国际开放 其实每一个国家呢 在爆完Omicron这一波之后 就回落了 是不是 都会有一个回弹的 任何一个国家都有了 但是回弹的幅度呢 就不会像爆Omicron那时候那么厉害 那回弹完之后又怎样呢 就很多东西都真的取消了 口罩令啦 那些什么通行证呢 取消了 那好了 香港呢 就已经错失了通关的机遇的了 本来呢 爆完Omicron之后 就应该对国际通关的 那现在都没通啦 不知道什么为什么啦 是不是 我们问过很多次了 不知道啦 是不是 好了 那现在就开始慢慢回弹了 上到一万钟了 其实在回弹完之后呢 就会回落啦 回落那时候 你就应该呢 是思考一下 取消那些什么通行证啊 什么安心出行啊 数码那些东西了 外国的经验就是这样 那现在香港已经慢了半拍了啦 通关呢 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搞得到 现在呢 人家要求你提供一个 取消防疫政策的路线图 而我认为这个要求呢 是好到极的 是非常之合理的 那你都要交出来给人看的 什么时候取消呢 你那些东西 那原来连特区政府自己都说不清的 于是乎 人家就决定另谋高咒咯 时间是不等人的 那中智乐就说 运动员是感到不开心的 他认为事件是有极大的影响 担心其他在香港承办的体育项目和大型会议 都会因为防疫的政策转移到其他国家 他不用担心 这件事是发生着的了 他期望香港是有开放政策的路线图 我也同意啊 是不是我们说了 八个月 现在九个月的了 九月了今天是 那他听不听到呢 好了 立法会民政事务委员会主席 郑永迅就担心 接连有大型体育活动取消 是会产生骨牌效应 你不用担心 已经是发生了的事了 也都发生着 他指出 全世界都在争扮赛事抢生意 12个在香港举办的大型体育项目 现在剩下2到3个可以举行 他希望主办方和特区政府 加强沟通 不用一刀切取消 怎样不一刀切啊 线上举行啊 在Google那里按键啊 你就是搞也不搞的 体育项目 会议你都还可以说是线上 体育怎样啊 变成改为打机啊 连线举行啊 没有的 不过我就很多谢 这个郑永迅爆料 原来有12个在香港举办的 大型体育项目 走剩2到3个 即是走了呢 八成大概的了 这个是他说出来的 那他是爱国者来的嘛 他说的数据都应该是可信的 12个走剩2个 他说的 民建联说的 如果你说不是的 你问他吧 是不是 他说的 这项数据我认为是千真万确 那就是衰到贴地了 12个走剩2个 那你怎样向外界展示 香港重新开放啊 好了 我们再看看特区政府专家顾问 许树昌教授怎样说了 他就说 目前疫情是处于高水平 呼吁市民 避免在中秋假期 参与跨家庭聚会 或者是大型的活动 为什么不行呢 是不是 如果跨家庭聚会不行 搭车都不应该啦 是不是 搭车全部都是跨家庭的 难道你包了的 包商啊 那个列车是 他又指出 香港的新冠即时有效繁殖率超过1.3 代表确诊数字是有机会上升的 所以要视乎整体疫情数字的走势 今个月是有机会见顶 但是我觉得都是多余的了 见顶又怎样呢 回落又怎样呢 原来都是不通关的 那升到多少万宗又怎样呢 我都不认明 真是 许树昌就说 现时最重要的就不是确诊数字的高低了 而是要看重症 入院率 还有疫苗接种率等等 还有香港的医疗系统可否承受 好 我就告诉大家一定可以承受 只要你不要安排这么多无谓的人入院就可以了 是不是呀 打完都入院就当然是承受不了了 还有 香港的医疗系统不仅是医生官的 很多那些慢性病人 可能他没有即时危险的 但是他都要医治的是不是呀 癌症的病人 那些神病的心脏病的 是不是全部都要接受医治呀 是不是要定期复诊呀 有多少这些病人 在过去这段时间里面是被你踢了出院 然后腾空了将床位出来医生官 我希望有些记者可以问一下 或者你医管局可以主动来去公布这个数字 因为香港的床位 就算你怎么加都好 都有个尽头的嘛 哪怕你睡在冷行也好 有多少那些慢性病的病人被你踢了出医院 你拿个数字出来给人看一下 全世界都不仅是医生官的 对不对 整天又说香港十大杀手有哪些疾病 你医一下那些好吗 那些都是病人来的 不仅是医生官的 我希望医管局可以交代到这个数字出来 踢了多少人走 一定有统计的 有多少人出院都无厘头的 出院那些不代表好饭的 很多人被人扔回家里而已 许树昌就透露 身边有完成了三针的医生 在参加聚会的时候仍然受到感染 他就相信八人以上 宴会需要快测的措施 是能够减低食肆爆发的风险 他并且呼吁市民 中秋假期就要避免参与 跨家庭聚会或者大型活动 那我也不知道他这些是想怎样的 是不是所有经济活动停顿了他最好呢 大家一起集体练先啦 游行政长官李家超带领 因为他是戏功大师来的 好 这一节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